Hello 梓天昭 早晨 早晨 我其實是訓禮頸 我盡量 你呢 你這陣子都心思兩黃 我心靈訓禮頸 心靈訓禮頸 心靈訓禮頸 先拿好口罩 室內口罩 剛剛做節目之前戴 好了 這個星期就有很多新聞 不 其實一直都有很多新聞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越來越密集 每一天的情況都會不同 今天這樣明天就可以改 明天改完後日又要改 改回一半 或者改一半 回馬槍 很慘 你剛才所說的 這個星期最重要的新聞 當然是立法會延後一年 這個是離大譜 要拍桌講 下一集再講 我想說一下做飲食業的朋友 真是慘 你知道我都半隻腳在飲食業 我用的字眼是祭旗 是一件很大的事 拿飲食業來祭旗 有很多做飲食業的朋友 真是很慘 大家如果是項內人 大家是同行人 就會知道 所有東西都會亂 大家的工時 調坑 運貨 貨運 物資 食物 全部都會亂 我們飲食業唯有默默成熟 初初週三又說全金堂食 然後就要買很多發布膠 很多紙盒 買很多 儲存貨 要不然怎麼辦 還要間間鬥搶 一定是價高了 不用問 為什麼你這麼熟 這個是這樣的 這是供求的原理 其實還有 世界上有些東西叫MOQ 即是你每次訂單的最少量 即是你不能說 你不能說 我一天很慘 我只能做二十張單 三十單 我訂了一百個來儲存 不行 即是你可能要幾千 或者幾萬 你想想 這麼多總盒 每樣有盒 有蓋 有袋 有刀 有刀 有紙巾 你預備在全外賣的時候 你就會儲存這些東西 在小店 就會啞了很多儲存的位置 不是每個人有一個倉子 不是每個人都買東西 好 然後又這樣改 又這樣改 又這樣改 人手 人手也是這樣 真的完全被人玩 所以我這麼慶 慶完之後 我就出了一個很激烈的報告 很生氣 你發給我看 我說 我之前在你的Facebook已經看錯了 我真的很生氣 然後生氣 然後生氣 就睡禮鏡了 這個應該太火光 火性 然後做筋有事 睡禮鏡 如果喜歡的話 我們經常想星期日 早上就輕輕鬆鬆 不過最近的話題都很難輕鬆 很難輕鬆 大家都乾火性 不如我們說一下 我們有什麼人命女需要火 然後有什麼可以做 好嗎 有什麼可以做 因為你告訴我 飲食業其實是熟火的 飲食業熟火 大部分 為什麼 除非你做魚生 大有水 或者原來你做甜品 大有水 大有冷的異常 那些 買什麼沙冰 夜晚很多 我們那條 什麼道 整條街都是賣 那些甜品屋 那些 那些大部分屬於水 但大部分都是用火先 就是要煮的東西就是用火 用熱的就是用火 沒錯 都有些飲食業是熟水的 那大部分做飲食業的人 其實命裏面 都需要做些旺火的東西 大部分需要火的 大部分需要火 但旺水那些是很有趣的 就是有些餐廳 基本上食物不是很賺錢 但是他開始走就賺錢 哦 是啊 所以那些可以加強 如果他那條命要水 在飲食那裡賺錢的話 其實可以做那個 即是那間餐館的 哦 可以雙劍合璧 譬如 要食物加水 因為飲食業 英文我們就叫F&B 就是Food and Beverage 正正是食物和酒水 如果假如要做一個飲食生意 是一個要火的人 又有火又有水的 是的 又有水的人 那就可以上得逆漲 上得逆漲 但大部分都是火炎先的 如果香港的食物和酒水方面 我們一向都不是在 拉杯喝奶茶就會賺很多錢 都不會的 所以都是以食物先的 那我們怎樣是要火呢 大部分是冬天出生的人 即是農曆的10月 11月10月 冬天出生的人 百姓要火居多 即是有90%冬天出生的人 就是要火 當然了 火有很多行業 火是電子 電腦 電腦 拍攝 在太陽底下做事 這些就是火的行業 其實有很多關於火 飲食是其中一個火的行業 即是做廚房 經常要看著爐 是的 我自己曾經做過火的行業 是嗎 因為我移走民在外國 沒什麼好做 自己就要火 我就試一下做廚房 在加拿大還是在 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 就做一本日本菜的幫廚 本身 在廚房裡做些什麼 炸廳 簡直是火 在熱爐 那時候也做得挺開心 雖然不辛苦 但也做得挺開心 在裏面也學到很多煮食的巧妙 你前一陣子 我們也在這裏玩過 十樣職業 究竟哪一種是你沒有做過的 你真的很輕易說了十樣東西出來 很輕易 你很闊 你很闊 如果大家記得 你做過插花師 插花師 你做過廚師 就是你剛才說的 做學煮Tempura 是嗎 炸Tempura 小時候做模特兒 走過天橋 是啊 我也是很想不到 是 好了 你要做廚師 做了多久 做了不久 做了幾個月 幾個月 之後覺得太辛苦 覺得太辛苦 之後就不做了 太辛苦 不是我做的工作 然後那個老闆說認識我 但我也不做了 所以可能我夏天出生 我本身不是很需要火 我現在做這個飲食業 其實我覺得是辛苦的 不過整個行業都辛苦 我覺得不行 我要做了去 你那個屬於火得黎 本身 因為你本身八次很多火 是你和火有緣分 可能會這麼惹的 是啊 你是很容易 揹了整個廚房上 你是很惹火的 是你旺這個行業 不是這個行業旺你 嗯 所以跟你合作的人 就不會好 但尤其是你和飲食界合作 那些飲食界的人 得到你的火力的話 可以相得抑張 但我自己就熱到火燒 不怕 我萬事都可以找個平衡 你找到平衡 你煮了這麼多龍蝦湯 是啊 是 是 其實我覺得你將來做雪糕 甜品這個系列的話 就可以降低你的火力了 好 我看看我怎樣在逆史之中做 因為其實我覺得 其實更重要就是 說真的 你做生意 你說很想就很快賺錢 其實是很難的 很難的 會做生意的人都會明白 你要有一個時間去浸 去做 但是長遠你自己想做什麼 你一定要回答自己 如果你想做飲食業而賺大錢 我覺得你不如不要入行 是 如果你想做飲食業而是 你想做一些好的食物 那你拿著這個堅定的意志 就算是好逆市的時候 便縮一點來做 很好市的時候 你又要有一副工具 可以擴張到 這個就是我做生意的看法 你知道我們挺餵食的 是的 所以都喜歡做食物 食物的精品 是的 將食物變成藝術品 所以我們 那些廚師 每個都是藝術家的特色 是的 但是那些廚師 有藝術家的特性 第二件事 其實以它的名氣 其實如果在其他行業 可以賺得更加多錢 在飲食業的話 它是高薪厚職 但味道真的可以很發達 嗯嗯 那我們說回 例如冬天出生 需要火的行業 需要火的 是的 那它有做熟火的行業 那還有些什麼 他們可以幫一下他們 在現在這個時候 幫一下他們 因為今年 其實是叫金水年 今年是水的年 所有做火的行業的那幫朋友 其實是走水運 所以現在今年 水年 叫庚子年的水 刻著火 所以關於做火的行業 都是一般的 是 那就是你剛才說的 例如戶外工作 上個星期三 大家看到了 所謂做戶外工作的人 還要拿一場大雨 那天 真是慘絕人環 所以呢 我又想差一點點 還好笑 聽到有一個人 不知道寫出來 以前四大天王 拍戲 都在外面熬過繁立的 我一看 請在效果那裡 幫我做一辣的粗口字 打橫 這樣打橫出來 他完全是說兩樣 兩樣不同的東西 兩樣不同的東西 真是離敵到一個點 即是說這些 是馬蹄佬 是吧 好恐怖 這個理論 我要火的 石頭也有火子 是啊 好厲害 這裡還有一個陽字 怎麼做的 我不是啊 這麼巧見到的 嘩 有陽字有杯貨 那我就馬上買了一隻杯 是 真是以為我正 好 那我們說回 是的 我們看到戶外行業 戶外工作的人 就是你剛才說的火 就是建築那些 建築那些 灑著太陽做的事 今年真的是黑仔 真是被黑住 飲食業也是 飲食業也是 你就算說做電腦 然後拍攝廣告這些 今年也少了很多 也是 電影也是火 拍攝電影也是火 今年電影都死光了 所以今年火的行業是死的 但是水的行業就會很好 水是什麼 運輸業 沒錯 就是流的 每個人都去外賣 是啊 駕車也是 駕車 這就是水的行業 相對來說比較好一點 還有金的行業 其實金融保險外幣 金屬的東西都會好一點 所以今年金價就狂升 就是香港這個世界 金升得很厲害 金屬的行業 那股票就浮沉 突然間有大幾千 千里二千點突然間向下 所以今年是水的行業 本身是最好的 但是也有水的行業最壞 是什麼呢 水其實是酒店業和酒店業衰 水第二件事的話 就是飛機航空事業都是衰的 這個衰是因為疫情的影響 這個就是 嗯 又聊聊天 我知道有一些酒店業 真是慘到 你可以想像 那些房間沒有人租 於是 到上個星期說這麼堂食 酒店裏面那些餐廳 便不可以開 真是死了 真是全死 於是 那一天裏面 那些酒店就開會了 便變陣了 其中有一個酒店業的朋友 告訴我 想到一條計劃 不會說幫到很多 不過他們都覺得 即使這樣去想 你去訂那間酒店那間餐廳的訂桌 那不可以讓你在餐廳裡吃 讓你上去酒店房裡吃 即是開了房間給你吃 但即是不可以違反規例 即是你不可以在那裡過夜 但是 我聽聽一下 想起來 其實這件事都真是 如果你訂的其實挺過人的 如果你和女朋友 去訂一個餐 訂一個午餐或者晚餐 送給你在房間裡吃 譬如他限你三個小時 那他不會收起床 他又不會不讓你用廁所 你又可以照打卡 所以 有酒店業就想了這條計劃 然後馬上變了 全部的員工忙到瘋 熬通宵 在那裡做的東西 然後第二天說 我們現在要開一半堂吃 那你做好還是不做好 即是其實 真是又是被他玩死的 我們不知道 我們的政府怎樣去決策 或者講一個規矩要出來 是怎樣想的 他只是 我覺得他 即是馬上想到 但第二天又可以馬上改 為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 譬如有些我們覺得 即是怎樣制律那個措施 很離地的東西 我覺得他們完全沒有想過畫面 即是沒有想過 執行的時候 會有什麼畫面 好像正如我們星期三 那天見到 即是全部人都拍照 見到那些人怎樣吃飯 怎樣吃飯 當然有一個爭拗 就是大家尊重大家 不要拍別人吃飯 但我又覺得不是的 我覺得拍攝的 並不是想用一個嘲笑的角度 說笑你呀 這麼節奪要這樣吃 而是反映香港的一個現象 如果你不是把這些現象的畫面 掌握下來 而去令到大家看到 那件事多麼荒謬 其實就放了政府一馬 明白嗎 即是我覺得 有時候那個爭拗 又不是去到 除非現在大家拍攝人的食物 是為了嘲笑人的 那你可以有這個討論 但現在我們是拍攝一個社會現象 一個全球香港獨有 在那一天又下雨又雨淋 下雨淋 地盤工人怎樣吃飯 大家坐在巴士站吃飯 還要說到香港是一個很聰明 很精英的城市 是的 所以你說這些畫面 是當權者去製造一個制度的時候 他根本沒有想 亦都理得你死 到他真的看到了 其實他都不用看到了 他那一天已經是 立刻被自己 肯定是被自己內部的人 罵到飛起 所以他們政府的食堂是開回來的 即日也要開回來 那警察總部的食堂 你又要開回來 那警察都是要巡艱的 即是他都是要出去全日的 那他們又不可以堂食 那他們怎樣呢 中間那一餐不吃 晚上那一餐又不吃 然後回到家一次過吃 真是fasting 一天吃一餐 但是最基本的就是不封關 是的 最後他們就是封關 我不要說是封不封關 是被人進來的時候 做一個很好的檢查身體 對呀各樣東西 定了檢疫 檢疫 留下14天 那便沒有這個故事 是的 根本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解決那一件事 而他就不斷走去搞周邊的事 裏面的事 我最生氣的是 你縱容一些強姦犯 即是病毒 周邊走 但你又教別人怎樣避孕 你又要強行 你帶子宮環 沒有了今天脫一半 明天帶回一半 神經病 反正完全沒有性知識 沒有被人知識的人 在指指點點 所以說回你剛才說的 究竟他們怎樣想 我猜他們應該是沒有想的 沒有想到畫面 我們在想 因為做官 在八字裏做官 一定有個叫官星 勁抽那些 大刀闊闊一粒 叫做七殺星 嗯 那做官具官星 我們有分 我們有一個亂世的官 和一個平靜的 即是很和平的官 很和平的官 很成世的官 他不需要七殺 七殺是代表很突破的 很夠膽去做的 一刀一刀切的 我們說平靜世的 即是很平靜的官 即不是亂世 是一個官星 官是循規道舉 跟著命令 一步一步的 不懂得轉彎活過的 嗯 他當然會發生什麼事 以為現在香港 其實是很平靜 所以就用回一個很平靜的方法 就循規道舉 跟著一步不做不錯 一步一步的轉變 不夠膽一刀切 或者一刀斬 去到最盡的 即是雷厲風行 未必是可以的 嗯 跟著之後 因為現在我們是一個亂世 我都覺得是亂世 你覺得不覺得是亂世 當然亂 絕對是亂世 所以那班七殺的官 還未出來 突然那班七殺的官 出來的話 其實就沒有這麼循規道具 有可能一些事情 是決定一些 就不用朝職令改 沒有說好不好 只得到 你有一個方向去到的話 全世界都知道 你不能轉彎 我們就硬吃了 但你又不是 對呀 操作下又要轉彎的話 我們平民為何要跟你轉來轉去 很難搞的 是啊 是啊 現在的官就是 真是做官 循規道舉做事 一步一步 跟著柯打爪 不要變得太多 變得太多的話 他都不懂自己怎樣適應 但我覺得分分鐘 我們所謂 每個我們見到的所謂官 做一個決定 其實背後都是有個 無形的 無形的 操手 操手 他們都是站出來 去做傀儡 有沒有傀儡性 知道誰是專門做傀儡 有傀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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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認性對來要很多人 一個人不夠 要很多人 永遠受到上面的人影響 沒有自我 這就是正認性的缺點 即是沒有自由意志 沒有自由意志 太多正認性 太受上面影響 我們真的需要檢查一下 好了 剛才你說到今年熟火 熟火的人 今年就一般低 因為是根子年 是 其實現在 我們現在到夏天 其實 要火的人味道最壞 因為最壞是何時呢 農曆十月 十一月 十一月 一月 即是冬天更加深一點 你便好暈 記住 因為你要取 是 我們這些要火 去到冬天 水加強再感色火 更加快 所以今年的農曆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在逛 海子秋月 水再黃 再蓋積我們需要火的人 我們將會是甚麼呢 容易情緒化 情緒不好 容易灰心 我們最重要 我們經常教人家 如果我們八戰要火的人 我們要怎樣去加強命運 就要借地運 我通常去冬天 我會飛去星馬泰澳洲 紐西蘭 星馬泰 不要澳洲 紐西蘭 星馬泰 曬太陽 去玩一下 借地運 回來的話 運氣會好一兩個月 頂得住 誰知今年的飛機航班 都不能去 不過 泰國 本身就讓我們去 其實可以去借地運 會好些 第二件事 就是冬天 我們需要火的 冬天出生的朋友 去到冬天附近 如果那幾天 太陽好些 就出去走山 曬太陽 吸陽氣 吸火氣 自己自身的運氣 也會有些進步 你今天介紹的那本書 是可以聽書的 不是 這本書是教人家 怎樣去看一本書 叫做讀懂一本書 作者是范登 其實他是范登這個年輕人 很厲害的 在大陸有一個平台 就是讀書 即是讀一本書給人聽 即是你不用看書了 是 他幫你消化了一本書 接著讀給你聽 因為現在很多人很忙 是啊 就是聽完一本書 你理解到那本書 你就不用買了 打到本身 那這本書叫做讀懂一本書 那為什麼 為什麼我會看呢 因為我看了這麼多年書 我是不是真的讀懂一本書 我到自己都有懷疑 我自己有一個叫做五十會 五十會 五十會 五十會就是讀書會 突然間徐少華 一班朋友 一個個就丟了這本書出來 近日的 不知道是不是近日的 我立刻上網 就找到 買了填字書來看 那這本書就教人家 怎樣去讀 即是你要看著這本書 你怎樣理解 他講得很好 他不會說你其實是很容易的 不是的 其實是很難的 讀懂一本書 你要麻煩你用心去當 然後之後 你以前小時候 有沒有讀書報告的 有 經常要做的 是的 讀書報告的先生 有沒有教你怎樣 讀到那本書 沒有的 沒有的 沒有教的 你看完就好寫 是的 也不是真的有一套方法去教人 是的 他就是這套方法 他就說 他們怎樣去讀懂這本書 他要做一個說書人 他就看完這本書 自己有自己的東西 放回去 他說不是間書 不是間重點 去理解 為何這個作者 為何會有這樣的邏輯 為何要思考 他的重點放在哪裏 那些名句就是重點嗎 不是 是這本書的中心思想 分了幾個層次 他理解這本書 包括真正是工具書 小說 即是任何一本書 繪本也好 其實有這個作者的主題 中心思想在哪裏 所以你一邊讀的話 是一邊要思考 或者投入了那個作家 他為何要寫這句 是不停不停用來理解這本書 我們有時看書 是看一些名句 我們有些雞精書 或者原來看小說的情緒 看到很興奮 但是他未必會理解 他為何要寫一段文章 這段文章 為何會帶出高潮來呢 他就是教你如何讀這本書 我們徐師傅 現在開始有個收費讀書 他那個非常好 第一本書叫教養的故事 他應該是看了這本書 突然間滴起心肝 就去讀這本書 跟著之後呢 他就開始做說書人 好像最高的教養 我看一下 教養 不知最高的教養 所以我就介紹這本書 最重要的是這本書 它是分了很多不同的辦法 去怎樣去理解 一本的作家怎樣去寫一本書 有些很悶 其實他就說 你讀書的話 要讀一些是什麼呢 其實你一向沒有什麼接觸的東西 你才開始是會有衝擊的 一開始的話 你可能是讀不明白的 但你讀一下讀一下的話 你會知道了讀者 他本身有什麼消息 或者有什麼資料 是要放出來的 所以讀書一定要跳出那個 comfort zone 讀書這樣的 zone 不是用來臨訓之前看的 腦子不想的 或者不去分析 就是這樣吸收的 他真的要去吸收本書 然後讀書的人都知道是最好的 將你研究一本書的時間 人家幾十年做了一本書 就是讀了幾十年 你是可以在一兩個星期 拆解了一本書 就形成了自己的知識 是一個非常之划算的事情 一個付出一個投資 是一個很好的投資 所以這本書就是教別人 怎樣去清楚去理解一本書 我很快看了 三天內看完這本書 所以我現在看書 看其他書 會發生了些什麼事 是腦子疲很多 因為你會去理解 他為什麼會寫在這裡 這段在做什麼呢 這個人是他自己的 是有什麼性格驅使 他這樣做呢 你會理解多很多的東西 看多了很多的 不是表面上細細的東西 是內心去想 分析這件事 這本書的東西 所以是很有趣的 不過原來記住 原來讀懂一本書是什麼 是需要很多時間 而且會很累的 累很多的 你要用多很多心力 但用完心力 將來的東西 將來的知識 就是你自己的了 這個就是讀懂一本書 剛才你提過的徐少驊 亦都介紹另一本書 叫做《最高的教養》 這個也是另一本書 我又想插開少許題外話 我看到我的女兒 她讀IB 她們有一個科目 叫做TOK 我經常問她 TOK是什麼科 我們是完全不知道 它是Theory of Knowledge 即是你去學懂一種知識 你是怎樣去吸收它 我想這也是類似一些 類似 我們的吸收不是純吸收 我們要知道 用什麼架構 用什麼邏輯 去接受那一件事 其實你剛才問《讀書報告》 以前小時候 大家提出的東西都是不同的 如果任你提出 所以大家就會接受不同的東西 如果讀懂一本書 就可以令到我們 吸收書的知識 吸收作者的表達 就會再有高效能一點 是的 看得到不同的層次一點 很值得看的 這本書很值得看